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見日談 我是艾楚怡 香港行政長官選舉8號圓滿完成 李家超當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 此次選舉是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後首場特首選舉 有哪些不一樣之處 新選制的優越性怎樣體現 李家超出身紀律部隊 此前他有怎樣的工作經歷 上任後 他又會帶領香港走出一條怎樣的發展之路 相關話題今天邀請到的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李氏田飛龍先生 為您做解讀跟分析 先通過短片了解一下相關內容 李家超先生所得的支持票數是1416票 李家超先生在上述選舉中當選 李家超先生在上述選舉中當選 恭喜李家超先生 4月初辭任香港政務司司長職務 宣布參加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的李家超 在僅有的大約一個月時間裡展開密集的競選活動 最終獲得1416張支持票當選 得票率高達99% 是香港回歸以來得票率最高的行政長官人選 每一位選委無論是支持我還是不支持我 我都衷心感謝 因為你們今天是支持了行政長官選舉的投票日 但是今天也是母親節也都是佛誕 也都是國際紅十字會所定的世界微笑日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都可以很開心地迎接今天一個 這麼有歷史性的日子 他特別邀請自己的太太到台上共享聖選喜悅 李家超也不忘送上祝福 沒錢即合了 李家超當選以後 他分別和他的競選團隊以及現場的選委合照留念 記錄著難忘的一刻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聲明 對李家超當選表示忠心祝賀 又說本屆特區政府會與後任行政長官做好交接 全力為新一屆政府就任提供協助 這次選舉投票時間由早上9點開始 到11點半結束 票箱由灣仔會展一樓投票區 運送到三樓點票區 中午12點左右開始點票 只用了大約20分鐘便完成並宣布結果 在第五波疫情下 為了避免人流聚集 當局建議選委按戒別分5批到灣仔會展投票 不少選委一早來到投票 李家超和競選團隊在投票時段 故事在主投票站外和選委打招呼 並在通道穿梭盡力爭取支持 1461名選委最後有1428人投了票 投票率約為97.7% 鳳凰衛視顯智香港報導 天下您好 這是香港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第一次進行的特首選舉 那與往界相比 您認為這一次特首選舉的氛圍 有哪些最大的不同 整個選舉是依新選制 合法有趣的完成 應該說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新選制的實踐 其次就是選舉社會共識度非常高 就是李家超先生從參選提名到最後的資格審查 還有最終當選 應該說是眾望所歸 他的提名票還有得票率都是非常高的 在早期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士 包括顯國寧先生參選 但是他沒有能夠拿到足夠的提名票入閘 那說明這次選舉也是開放競爭 同時他共識度很高 李家超先生身負眾望 然後第三個方面就是選舉當中 大家所談論的這個議題呢 理性集中 不再是關於這個極端立場 或者說這個大師大非的這個撕裂性的這個議題 而是關於怎麼樣 然後這個聚焦香港的這個政策領域 民生領域發展領域去切切實實解決問題 應該說是一次務實理性的選舉 這些呢都跟以往選舉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也表現了新選制下選舉的新氣象 李家超是以1416票當選 得票率是高達99% 同樣是創下歷史性高 您如何來評價這個成績單 應該說這麼高的得票率呢 是香港回歸以來首次 那我覺得其實可能有一些這個相關的因素 我們來理解這樣一個這麼高的得票率 首先就是香港啊這個經歷這個回歸以來 這個選舉當中的這個越來越這個惡劣的這個選舉之風 那選舉無論是特首選舉還是立法會選舉還是區議會選舉呢 都出現了這樣一些這個操縱啊操作啊抹黑啊揭黑啊 就是香港發展當務自身的這個問題解決的 所以呢這一次呢然後這種高票率呢反映後面的選委 以及他們的選民基礎 非常強的一個共識就是要團結不要分裂 所以呢大家然後這個集中投票 支持李家超這個當選 讓他來解決問題 第二個層面也是就是說香港啊從這個修理風波到這個疫情之困呢 這個在社會團結法治還有發展融合等方面呢 其實呢耽誤了一些時光欠下了一些賬 所以呢這個整個社會呢團結再出發非常有迫切性 所以呢他特別需要有一位執行力非常強的特首 就言出必行執行合一說到做到 不要再搞這個公務員然後這個那樣一種過分程序本位 然後過渡承諾啊不能做到 不要再搞一個行政立法的過渡內耗 我覺得這方面呢李家超先生呢這個給人一個好的觀感 就是他的這個行政經歷還有行事的風格 那給社會一個信任感就是能夠果斷的這個執行 他也提出以結果為目標 這個是特別切合現在各界期望的 那所以呢這個高的投票率呢顯示出這個社會對他高的期望 當然呢這個期望也意味著是陳甸甸的責任 他能不能在當選宣誓就職之後快速的組成團隊 履行競選綱年裡面承諾的那些這個政策項目 讓香港社會香港民眾切實感受到那這個管制的新風 管制的這樣一種新的效能 那這個還要我們拭目以待 那您覺得李家超在競選的過程當中展現出來 怎樣的個人魅力呢 那這個競選過程對他來講的話 第一就是說時間週期非常短 因為這確實是跟這個疫情期間然後選舉本身就推遲 疫情期間因為有防疫防控的原因呢 這個進行選舉造勢等等啊 他受一些這個限制有關 但儘管這個時間比較緊 這個他仍然能夠第一 組織起非常強大的一個競選團隊 他的競選的這個智囊團呢 這個應該說囊括社會各界先達 也表明了這個各界這個代表人士呢 是認可他的願意參加他的競選團隊 第二呢就是說他特別重視呢 就是進行社會溝通 這個儘管是選委一人一票選他 但他知道啊他最終服務的是全香港 然後七百多萬這個市民 所以呢他重視然後跟各界別 還有這個基層民眾 青年團體直接進行這個溝通 聽取他們的心聲 廣泛吸納這個不同方面的這個意見 然後匯集到他這個綱領當中 還有就是說這個這麼短的時間裡面呢 應該說他這個是用多種方式 然後包括網絡收集意見的這個方式呢 這個來豐富自己的這個信息來源 來聽更多的這個民心跟這個民聲 所以這方面呢也顯示出他確實能夠 這個對社會進行回應 對社會聲音進行這個聽取 並且呢轉化到他的這個競選綱領裡面 那這樣一種這個比較親民的路線 然後比較務實的作風 還有重視協商然後重視社會溝通的 這樣一種這個民主的這個品質啊 這個對社會是有觸動 因此的話這跟他高得票率也都是有相關性 另外看到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 分別發文及發表聲明祝賀李家超高票 當選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 港澳辦指此次行政長官選舉 是香港新選舉制度的又一次成功實踐 充分展現新選制新氣象 香港重聯辦在聲明當中指出 這次選舉進一步貫徹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彰顯新選制的進步性優越性 國務院港澳辦發文表示 此次行政長官選舉是香港實現 由亂倒置重大轉折後 舉行的首場行政長官選舉 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整個選舉過程不僅規範有序 公平公正安全連結 且有聲有色亮點分成 事實已充分證明香港新選制 是一套符合一國兩制原則 符合香港實際的好制度 文章指李家超參選提出的 各類願景政綱 在香港社會引發強烈反響 和廣泛共鳴 這場選舉更是激發香港居民 當家座主積極性 凝聚同位香港開心篇的 集體意志的大動員 香港社會在此次選舉中 展現出團結一心 奮發進取的良好風貌 由參選人和廣大市民一起 以主人翁精神共謀家園建設 真正體現民主精神 並重新喚醒 港人引以為傲的獅子山精神 香港中聯辦聲明指 這次行政長官選舉 是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後 首輪三場重要選舉的最後一場 全程依法依規公平公正有序進行 多達1.3萬名普通市民 通過超歌聽你說平台 提出47000一條建議 呈現出理性 團結 進取的良好氛圍 充分展示出新選制選贤任能 匯聚愛國愛港力量的進步性優越性 再次證明新選制符合一國兩制原則 符合香港實際 對香港特色民主道路充滿信心 聲明強調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一國兩制偉大實踐進入新階段 相信李家超先生將不負眾望 團結帶領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堅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開啟香港《遊志集心》的新篇章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中 實現更大作為 更大擔當 更大建树 田先生在這一次特首選舉的過程當中 新選制的優越性具體是如何體現的 新選制它其實最大的優越性就是 它使得香港的民主選舉有了自論靈魂 這個靈魂就是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港是鄧小平在1980年代 涉及一國兩制的時候提出的一個 關於港人治港的原則和界限 就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 新選制貫徹了靈魂性的要素 從選舉的各個環節重新改造的制度 應該說這個是新選制最大的優越性所在 在這個優越性保障之下 從具體的制度設計上 應該說新選制有四個方面顯著的特徵 就是這個它廣泛的社會代表性 政治的包容性均衡參與性 以及這個公平競爭性 有很多人可能還不太理解 新選制在這個政治哲學以及這個憲法原理上 它實際上採取的是一種強化功能代表制的做法 就它為了將香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都能做成政治代表的元素 它實際上是改造了選委會的構成 使這個功能代表制更加顯著的體現出來 體現香港社會的均衡參與 因為香港社會它不是一個普通的城市 它是一國兩制之下的國際化大都市 它在這個平台上的選舉制度 既要反映一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它又要反映香港的這個繁榮穩定 還要體現它作為國際這個金融中心 以及這個貿易中心的這個全球化基礎設施的這個秉賦 所以呢這個均衡參與這個各方面的這個要素力量 有自己這個合比例的政治代表 這很關鍵 所以新選制顯示出了這種功能代表制為主體的這樣一個政治設計 這個民主制度呢更符合香港實際 也符合這個一國兩制的這個原則原理 是一項這個好制度 然後這個新選制的這個優越性在選委會選舉 立法會選舉跟這次特首選舉裡面呢 也是有具體的這個體現的 它在這個確定愛國者標準 跟這個愛國者的這個底線資格的基礎上 廣開這個競選之門 讓各方有能力的人士呢 都能夠這個根據自己的條件 調整自己的立場提出自己的綱領 來參加民主競選的這個遊戲 所以這個競選之門不是這個更封閉了 而是這個更開放了 而民主競選的過程呢 不是這個更撕裂了 而是更加聚焦更加理性化更加有建設性 這些都是新選制可圈可填的地方 我相信這個隨著新選制 未來有更多的選舉實踐跟選舉應用 會有更多的人理解它 擁護它參與它 並且這個在新選制當中完成 然後它作為香港平台上 政治人物的一個政治成熟 好 先謝謝田飛龍先生的點評和分析 稍時休息 下節回來繼續帶您關注 李家超高票當選香港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 稍後見 新聞近日談帶您繼續關注新聞 現年64歲的李家超公職生涯 從香港警務處起步 在紀律部隊任職30多年 而他也是香港回歸以來首名警察出身 成為香港保安局局長及政務司司長的官員 李家超出身於香港一個基層家庭 學生時代的他十分勤奮 中學時在香港九龍的華人書院就讀 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1977年 20歲的李家超選擇投身香港警隊 成為了一名間席督察 李家超在警隊有個綽號 名叫沙塵超 因為他作風強硬 有勇有謀 又很嚴格謹慎 在警務處時 李家超曾在重案組 情報科 毒品調查科 三合會調查科等多部門任職 移空當時的目的 是針對兩位情侶警員的手槍和子彈 期間 李家超參與破獲多次大案要案 最轟動的莫過於1994年 柳基豪迷魂檔案 1998年的張子強800公斤炸藥案 2006年的徐步高魔警案 在這些案件中李家超展現出了超凡的偵查能力 這三十幾年的紀律部隊生涯 也成為後來外界評價其工作雷厉風行的鮮明註腳 2012年李家超辭去警務處的職務 加入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政治班底 出任保安局副局長 五年後晉升為保安局局長 成為香港回歸後首位警隊出身的保安局局長 我感謝後任行政長官提名 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 在保安局任職期間 李家超立場堅定 盡責擔當 全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全力維護香港根本利益 贏得廣大香港市民的支持和尊重 2021年6月李家超出任香港政務司司長 我會致力推展行政和立法關係 維持良好溝通促進立法會既監察政府 亦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政治理念 他上任後處理多項重大事項 包括擔任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 確保2021年選委會候選人 第七屆立法會議員候選人 符合愛國者的參選資格 疫情之下 李家超多次率領香港代表到深圳 與國家衛健委 國家疾控中心等部門會面 就內地支持香港抗議措施 保障內地共港物資等事宜進行交流 對於李家超的成長經歷 包括曾經在警隊工作的履歷 您有怎樣的觀察 他出身紀律部隊 那未來對他的施政 又會奠定什麼樣的基礎 李家超先生的警隊經歷 我覺得對於他理解這個香港法治的重要性 理解用法律來保護社會 保護人民 以及公務員的職責 是非常好的一個經驗跟支撐 所以他會對香港的法治 香港的安全治理 香港的整個管制的秩序 會特別看重 強化管制能力 同時基層的經歷 還有警隊執法的經歷 也讓他更能理解社會民眾的疾苦 所以在社會政策 社會正義工程上 相信他也會可圈可點的 把他認為重要的問題說到做到 真正能夠做到 然後他回應民生服務社會的 這樣一個堅定的競選承諾 那他簡直這個經歷也使得 他就是一個務實派的這樣一個特首 他能夠真正從問題出發 然後以這個結果為導向 去解決問題 這些我覺得都是他執政之後 應該表現的一些秉賦跟優勢 李家超的政綱也是切中了 香港社會長期存在的諸多民生的問題 比如說公務的問題等等 那麼接下來這些問題 是不是有望得到根本性的解決了 那應該說李家超對此應該是感同身受 深有體會 所以他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我也覺得在哀骨者治港之下 在新選制之下 他是有更好的條件去解決了 而且民生的痛點 然後一定要加以解決的社會共識 都能夠推動他 產生這樣一種解決的責任感 同時也能夠使得他排除萬難去 排除掉利益集團的阻撓 來回應這樣一個問題 我對他還是解決這個問題是有信心的 李家超在政綱當中提出了四大政策綱要 其中提到最多的一個關鍵詞就是發展 那麼在全球經濟下行 包括歐美這個通脹居高不下 這樣的一個危機之下 您覺得香港如何強掛自身的優勢 來走好發展之路 應該說這個發展的是香港的這個立生資本 它如果沒有發展的話 它就沒有這個國際地位 也沒有在融入發展當中的這個優勢 更沒有對國家做出貢獻的這個基礎 所以僅僅抓住發展 將發展作為硬道理 作為解決包括香港這個經濟轉型 社會民生改善的這樣一個通行的這樣一種抓手 我覺得是抓到了這個要害 那具體的這個我看它的競選綱領呢 實際上是正確理解領會了香港的這個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十四五規劃當中 關於香港八大中心的這個定位 它既有對香港固有優勢 包括金融中心航運貿易 以及這個爭端解決中心的這樣一個優勢 繼續保持跟發揮 以確保香港國際地位這個要保有要促進 同時呢對這個十四五規劃 對標國家戰略發展裡面的新的這個決策 新的這個優勢呢也著目頗多 比如說這個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要有一個這個金融之外 新的這個拳頭產業 還有這個中外藝術交流中心 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還有國際航空樞紐 這些方面都是香港發展的一些新的著力點 那八大中心呢就是新香港將來的這個天龍八部 那在李家超的這個政綱當中啊 也把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比作是香港未來發展的一個引擎 那您覺得這個北部都會區 在香港未來的發展 特別是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這方面會發揮怎樣重要的作用 北部都會區應該說是這個香港特區政府呢 第一次以超出香港的眼光來規劃香港未來 那麼它有兩個層面的這個重大的戰略意義 首先它改變了香港的這個經濟地理 跟這個經濟產業的這個內在結構 實現了一個這個南金融北創科的這個雙中心 這個雙中心呢會使得這個香港在21世紀 形成一個這個新的拳頭產業優勢 也是站在了全球經濟產業大調整的這個前沿 那第二重意義就是說 它以北部都會區這樣一個依托 然後集中香港的資源秉賦跟這個人才基礎 去對接大灣區推進深港融合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呢 那香港就有欺欺支持 拿得出來的本錢 拿得出來的這樣一個優勢 也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呢 找到了一條這個切實可行的這個通道 這個兩者一結合 我覺得香港的這個未來的發展呢 這個路就走對了 那香港各階層包括青年人 也都能從中獲得很大的益處 獲得自己亮麗的人生 您覺得香港的青年人在這個地方 可以得到哪些機遇又會面對怎樣的挑戰 我覺得隨著北部都會區的這個規劃 以及對大灣區的對接 香港的青年人呢 可以在自己的專業選擇 職業選擇 就業 然後以及這個職業規劃上面呢 這個與北部都會區對接 享受到特區政府為發展北部都會區 帶來的諸多的這樣一種發展紅利 同時通過北部都會區 與大灣區的融合發展 那香港的青年呢 也能夠深入大灣區 來在大灣區的這個政策紅利當中 來找准自己的人生的這個定位 所以通過北部都會區呢 香港的青年會源源不斷的 獲得一個新香港發展的這個機遇的回饋 從而他們更好的理解 什麼是一國兩制的優勢 什麼是融合發展對他們的機會 對人生的這個意義 什麼是然後中國是現代化 對他們未來的這個許諾 田先生在香港回歸25週年之際 香港如何走好自己的發展之路 又能創造出怎樣的新篇章 今年是香港回歸25週年 是香港一國兩制50年的這個制度實驗 它這個從上半場向下半場轉型的這個轉折點 我覺得李家超先生其他的愛國者治港的團隊 在這個宣誓履職之後 應當在現有的這個競選綱領四大政策範疇的這個基礎上 要提出一下一些這個更可操作更加具體的年度化的這個施政報告 施政的這樣一個細節 那這樣的話就是這個用愛國者治港的這個管制基礎 用這個融入發展的這樣一種綱領以及這個政策條目 那來為香港一步一步的去這個找回它曾經被延誤的發展的機遇時光 那為香港各界產業以及青年呢 然後找到他們各自適應的這樣一個位置跟這個發展的這個機會 那這樣的話我就覺得這個新的這個香港呢 它就能夠做到內外的這樣一個年通 既在融合發展當中的這個跟上對 然後不僅跟上對還這個表現出亮麗的這樣一個成就 然後這個表現也就是十字山精神重新煥發激發 同時呢它對全球化對連接中國內地市場跟全球市場能夠做得更好 因為它在八大中心的規劃裡面呢實際上是在國家政策的全力支持下 進一步去這個同心同德的提升自己的全球化的這個 國際地位的這個內涵跟實際的這個競爭力 那這樣的話香港就會繼續作為一國兩制下 中國跟世界這個聯通的最佳的樞紐平台 它這個樞紐平台的角色扮演的越好 香港各界所這個獲得的利益就越大 而香港服務於國家發展大局 服務於高水平改革開放的這樣一種能力跟貢獻也就越凸顯 所以這個思路呢我覺得從中央到這個新一屆特區政府呢 應該是能凝聚成共識的 那下面就是看怎麼樣跟產業界跟公務員體系 跟這個青年跟社會各階層做細緻的磨合 然後這個有條不穩的去推進 然後這個優良管制基礎上香港新發展的這個篇章 期待李家超的當選能夠為香港帶來不一樣的新氣象 好 再次感謝田飛龍先生的點評和分析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見日談 再會 再次感謝田飛龍先生的視頻